中國大陸打算要再造五個天野 這件事情讓大家覺得說 擔心會不會招來什麼 無法預計的後果 但是今天下午有個最熱的新聞 馬斯克 特斯拉的創辦人話題 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話題 他在的推特裡面 突然寫了人類 然後寫了我們的主鬥 燃鬥旗 鬥在府中夕 本是同根生 相間和太極 大家開始揣測了這麼寫 這個不是翻譯 他就是貼中文 他就是貼中文 到底是什麼意義 兵哥 其實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在猜測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它上面先寫一個人物 然後後面又是這個契布斯 你這個到底是給中國人看的 還是給全世界看的 大家都在猜這個東西 那有人說是因為 中國大陸問題 有人是因為最近聯合國說 你們這些富人 應該要來拯救世界 你要捐錢 一開口就是60億美金 嚇死人 台灣首付 現在也差不多61美金而已 他一次就要捐一個首付出來 聽說馬斯克是直接嗆回去說 可以 你要我捐可以 你聯合國只要能夠保證 你的所有這些捐獻計畫 都是公開透明的 所以他暗示說那個帳是黑的 我覺得有這樣的意思 至少他表示我不信任你們 然後最近美國又要科富人稅 也是一直在照馬斯克的麻煩 所以有人在想說 是不是針對聯合國 是不是針對美國 可是我個人認為我解讀 我認為他是針對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跟特斯拉 一直都有在合作 他在那邊也設了很多場 可是中國大陸這幾年 因為他也在發展自己的電動車 要慢慢的排擠他 對 開始在對他做出一些限制 也對他做出一些要求 因為大家想想看 如果他是對全世界發的 他發這個中文誰看得懂 也沒有人知道這個典故 然後他前面先寫一個人類 人類 表示我們大家都是地球 我們都是人類 然後後面特意 你又有一個中國的典故 我個人認為顯然是告訴大家 相見何大吉 大家都是人 我發展電動車 也會帶動你中國大陸的產業 你也不要為了扶植你自己的產業 就把我幹掉 我們大家可以慢慢談和好好相處 我認為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聽到這麼多版本 兵哥講的這個版本 我是覺得我最可以接受 那另外一件事情 中國大陸現在發出豪語 未來要再打造五座的天眼 去年這個天眼啟用的時候 為之轟動 因為這個樣子看起來非常驚人 大家會緊張 會轟動 不是說中國科技多進步什麼 是因為美國的貨金告訴大家 你這個天眼這種東西 打開之後 你不斷的向外太空發地訊號 有些會侵略性的外星人 他本來不知道 莫名接到你訊息 就跑過來 原來地球上面有生物 他就來破壞我們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浩劫 可能會帶來的 但是從去年1月11號 啟用到現在將近兩年 好像也沒有發生 或今講這個事情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再做 五座的天眼 在去年的9月的時候 中國大陸啟動了尋找外星人 等於說挑戰貨金 你不要讓我找 我更不怕 我就是要找 賓哥你怎麼看這事情 其實我自己年輕的時候 也很喜歡找這種外星文明 所以我還有參加SETI計畫 就是把你的自己的電腦 家裡電腦跟全世界所有電腦連線 然後去幫這些無線電話眼鏡運算 他如果找到什麼特殊訊號 等於你提供你的資源 去幫他運算 已經超過20幾年 沒有找到過 當然中國大陸現在他這個天眼 確實他的能量非常強 他可以看到很多過去 觀察不到的地方 可是霍金的顧慮 有一部分我認為是對的 也許本來人家根本找不到你 因為你告訴人家你的位置 好好給你適合 然後就跑過來 剛好被人家活桌 可是賓哥我覺得有一個最大問題 是因為美國人 他們自己都有做天眼 然後是因為崩裂 就變成說大陸的天眼 是世界唯一 美國人做的時候 霍金有這樣警告嗎 霍金沒有 所以我必須說 其實西方人還是有點驕傲 他認為 我可以 你不可以 我們是可以控制 你們就可能會出現危險 比如說強子對撞機 歐洲有勝 然後那個美國也有 可是當中國大陸要發展 強子對撞機的時候 他們就有很多意見 覺得你可能處理不好 你可能會造成危險 我覺得這是西方 有一點優越感 但是我也必須相對的講一下 對 雖然說 你確實可能會讓外星人 發現你的動機 是有可能 但第一個 宇宙這麼大 微乎其微 人家就算發現 他來不來得了是一個問題 那假設一個文明 真的能夠飄洋過來 隔到無數光年來到地球 他一定是非常非常高度的 一個文明 我們通常對高度的文明 是有一個期待 也就是說 他應該根本不會想要去 掠奪地球的資源或幹什麼 因為他已經發展到 根本不需要這種資源的層次 當然這是我們的理想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 文明發展到什麼程度 就是理性的推論 對 推論 就是以我們人類自身文明的發展 因為人類的文明 越來越高段的時候 你會開始會去照顧到 其他生物的感受 減少戰爭 對 會盡量減少這些衝突 所以我覺得也不要這麼悲觀